好 再來今天這裡是木工進場了 然後客廳的腳材 好像還沒有做 然後15星在這邊 其他的板材材料 對組裝起來就是神劇就是 上次的上次有講到為什麼旁邊都要寫個神劇呢 腳材好像是永興F1的 好 這是還ok的材料腳材吧 目前就是這樣 然後 這是 發射的天花板 日本歷事 日本歷事喔 好像很厲害 然後大概 客廳部分還沒有好 然後我客房的 腳材是已經都上去了 我以為腳材定會定很久 看起來速度蠻快的 這是 客房 其實他不會到很矮 他做起來我也以為很矮結果沒有 這高度可以接受超可以的 那個孔那個孔是沒用到的 然後這裡是我的主臥室的 電花板 腳材也弄好 他臥室都先弄好了 可能明天天花板的用好 其實很快 我以為這些東西 會用很久 因為我想像中的還要快 這個應該是 這是什麼 這是電線嗎 對電線 這是什麼電線 是全熱的電線嗎 看起來是全熱的電線 那一面是四星的樣子 OK OK 這裡是打師的工作室 也好了 這邊是最平整 因為這邊是長方形的格局 所以他這邊基本上 也是可以定很快 而且真的很快 每天可能客廳就好 這樣不會很矮 我覺得很高 跟他幾乎應該會比這個涼 稍微高一滴滴 還不錯啦 真的有一種就是家的感覺 慢慢建立起來的那個 興奮感 然後冷氣的開口就在這裡 然後冷氣從這個地方吹出來 對 地上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師父 木工 的師父 好像只有一位 有一位在做 你不需要太多味 然後這是他們用的那個垃圾桶 然後我提供他們一個衛生紙 我帶一個肥皂給他們用 然後廚房 越來越亂 比昨天還亂 比昨天還亂 然後我這邊 他怎麼說補上去 他怎麼挖一個開孔啊 應該是為了 修那個全的 以後為了修全的有的維修孔 你看這邊 他這邊要弄一個管子 所以他這邊開一個維修孔 我想說總會多一罐這個東西 原來是 原來是工人要投影 他們算很有水準了 正常啦 至少他只是在這 這地方 應該是吧 至少他沒有辦法丟垃圾 這些都是他的吃飯的傢伙 所以啊 這是 真的是要請專業的來 千萬不要省錢啊 又要做裝 就是 不要太省錢 啊 就是這樣啊 啊 沒什麼重點 OK 就這樣子 好啦 就這樣 不不